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編董 那在遊戲裡面ID呢 我的ID叫做明日編 目前所在伺服器是風神02 相信大家玩遊戲到現在呢 應該在3G1這一關打紅豚7的時候都會卡住 那這個能力呢 我想應該不是說 你要把它拼到可以打贏這個紅豚豬 你才可以過掉這一關喔 其實這一關在玩的時候呢 並不需要提升你太多的能力 就算是無可也可以過關 但是呢 這個過關就是需要一點技巧啦 要不然你就會跟我畫面一樣 直接一次次的死去啦 那這個技巧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爬到旁邊的這個屋頂 你只要爬到旁邊屋頂 就可以避害他基本上一般的這個兩槍的攻擊 因為他的攻擊模式呢 大概會打個兩三槍左右 然後呢 就開始丟出這個綠色這個核的這個字的攻擊 那麼如果你可以把這個核字的攻擊把它擋掉 就不會有後續的炸彈攻擊 所以這個如果你可以擋得很準的話 就基本上來講 這一關王就只能說 就是守到勤來啦 那為了方便大家操作呢 後面的步驟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們走的這個路線 來爬到這個屋頂的上面喔 首先我們在這個紅豚的對面呢 我們直接跳出去 往外面的這一塊小地 跳出去之後呢 我們往右邊走一直走 雖然說地上不平 但是基本上還算是輕鬆啊 然後呢 看到第一片牆壁之後 我們就直接往上蹬 那這邊往上蹬的話 其實他會自動往上跳 你只要跳到旁邊的牆壁就可以了 那最後呢 來到了這個很大的牌坊之後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只要跳起來 這樣一個空白鍵 往旁邊我們目的地 就是紅豚上面的那一個小小的屋簷飛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麼站上來到這邊之後呢 你可以對他開始攻擊 基本上來講啊 這邊的話 你只要站好 我們現在目前所在的這個位置 給大家參考 他基本上普攻是不會打到你 那我們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呢 我們現在站的位置是 比較偏向於外面 那這個位置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後來 如果說你在 擋他的這個核的綠色攻擊的時候 如果失敗 他會丟炸彈上來 那丟上來的時候 你可以往左邊 就是往裡面去閃 那這樣子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 閃掉他這個炸彈的範圍攻擊 但是有時候 還是會不小心閃歪啊 不過沒關係喔 就是大家盡量往外面站 那這邊的話 可能要多試其次 那接下來的話呢 他其實就是一些重複的操作 就是他會打個兩三槍 然後就丟這個核的攻擊 如果說你有擋住的話呢 就可以瘋狂的按Q 去把他的這個血量 一直把他打低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重複重複的操作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不斷的讓他掉血 那大家在玩的時候呢 這個視角 大家可以發現 如果說你的視角是在角色 就是你自己本人的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核的圈圈喔 他在跑的時候呢 會被畫面擋住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自己目前這個視角 雖然說有一點怪怪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更清楚 看到這個核的這個圈圈 他現在目前到底是轉到哪一個位置 那麼在左右閃躲這個炸彈的時候 這個基本上也不會太困難 所以這個建議大家可以多試個幾次試試看 那有了這個好的位置 所以更好的攻略方式之後呢 接下來的劇情 就看大家怎麼樣造化啦 基本上啊 減少了很多的威脅 但是大家還是要練一下 好啦 影片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攻略紅豚7順利啊 那接下來的後面有紅豚8 紅豚8大家不用擔心 我是死了大概42次左右才把它過 那基本上呢 那個就是時間的問題 好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大家覺得不錯啊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是編頭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不要慶幸 你們不會見你 支持辭神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